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男星人气榜前三,肖战登榜一,龚俊紧随其后,第三名男星让人意外。 男星人气榜前三,肖战一起绝尘,龚俊,白静廷紧随其后。 黑粉们还洋洋得意说,地表最强的法务人员正在赶往的路上,等着他们收拾吧。 肖战与小飞侠,作为现今内与顶流的肖战,转型之路是必然要走的。 现在肖战尝试退去流量光环,迈向更高难度的话剧圈,甚至是出演这样一部剧中的重要角色,可以说是一次非常大的突破与挑战。 如今娱乐圈一众顶流艺人中,龚俊与王一博有着太多相似性。 两人皆是凭借单改剧走红,走的都是流量偶像路线。 仅凭这两点,就注定二人日后注定会出现事业竞争。 虽然没有大爆,但他在影视圈里是有姓名的。 从山河令放出的花絮中可以看出,导演给他们的氛围也是比较自由的。 所以给了两位主创人员一个很大的自由发挥空间。 说回龚俊,目前他只有演员这一众身份,突如其来的爆红,让他吸收了一大波的红人粉。 所谓的红人粉,就是当前谁最红就追捧谁,这是每个爆红艺人都会面临的。 一步你是我的城池盈磊,让多少人对着镜头中的白敬廷喊一声,老公。 他并不是科班演员,出生在北京市的他险些叫了白炎龙。 他的辈分是炎自辈,还未曾出生时,爷爷就已经想好了名字,男孩白炎龙,女孩白炎凤。 可出生后,父亲觉得这个名字不好听,太土了,于是启明白敬廷。 令人意外的是,非科班出身的白敬廷,因为饰演乔然一脚的出色呈现。 白敬廷一步跃进了大家的视野,由此正式进入演艺圈。 也依旧是那个温柔干净的少年,更是满足了一众女生心中初恋男友的模样。 这一路走来,可以看出白敬廷的艰辛与不易。 另外,三部剧连轴传播出,可见白敬廷在剧组里是连轴传的拍戏。 并非是大家印象里的综艺咖,一直沉浸在综艺当中无法自拔,没有作品产出。 然后,三部剧连轴传播出,可见白敬廷。